字幕君 所以有些個案常來找我 其實我自己想靠自己的力量 我說沒有問題想靠自己的力量 但是靠自己的力量跟 找朋友談 找專家協助你並不違背 各位明白嗎 是的沒有人能幫你走你人生的道路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旁觀者情 不要忘記 當你開始願意去自我面對 不再那麼自以為是 開口怎麼樣 得住 開口得住 所以我們的社會很多時候 我們缺乏一個開口得住的精神 好我再講一遍進入心理層面 身心靈的探討不是立刻來得到解決方法的 各位了解嗎 身心靈的探討不是塑效 不是立馬告訴你怎麼做 回家立刻操作不是的 它是一個過程 像有一個憂鬱症的個案來看我的門診 看了一次 我就開始說我媽一直想要自殺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呢 真的不行就送醫院啊急診啊 克制不住讓醫護人員來協助你各位 那你怎麼可能來看我一次就把所有東西都丟給我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某部分又很驕傲的都想靠自己 某部分又想完全丟給別人 是啊 來各位這兩種態度其實都要做一個調整好不好 來我們再往下 好 剛講如果通靈的資料 又是讓一個人自覺優越啦 又是過度情緒化啦 表現出很多的憎恨啦 或壓抑了很多 需求 或發洩了一個人內在的自卑 那可能這個資料來自個人的潛意識 各位這有跟大家講過 不是每個通靈的都有價值 再思心法是讓你 覺得自己越來越棒 你不需要崇拜任何人 你最後需要去成就你自己 這樣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好所以我要破除大家 因為我很奇怪喔 在身心靈的靈異裡面 有一群人特別去追逐所謂的 有神通的人 各位 我勸大家遠離 因為很多能量不對 好我也跟大家講過 賽斯 所有的神通 都具足 到漏盡通 到所有一切 可是他有沒有去賣弄 沒有 他只想把賽斯資料傳遞出來 各位 他說賽斯資料 或賽斯課 不是來表演的 不是來耍馬戲的 不是來符合那些人 的 幻想或渴望 不是的 他是真的 讓大家回到自己的本心 來